各位 這個Food Panda 最近賣行 有賣行廣告就說 雪糕兩個字,什麼兩個字 切子兩個字 兩個字什麼都送到 即是玩那個字GAT 即是噴那個相關語就是兩個字 和十分鐘那樣東西 不過你似中聯辦人家正本清源 正本又清源 即是說還公開宣示說 即是兩個字 兩個字 什麼都管到 什麼都管到 不是兩個字什麼都送到 是兩個字什麼都管到 究竟是哪兩個字 是兩個字 是兩個字再加兩個字 是什麼呢 轉個頭很快告訴大家 先講個來龍 接著講個去脈 話說昨天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在這個 霸壓國家十四五機遇 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書院講會上面 就支持 即是發表演講 駱惠寧講了三點看法 三點看法 即是什麼呢 很快就講了 這些又長又臭的內容 不同於大家講 很快就跟大家講 一二三三二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就是認清國家規劃要求 全面把握香港的發展方向 二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 三就是善用國家的政策支持 努力開拓香港發展新未來 但是 很老實 小弟如果不是要跟大家講 都不想看下去 看下去呢 都要看多一兩次 才能看得明白 他究竟說什麼 但是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 所以就消化了 告訴大家 其實很簡單 所謂三點看法呢 潛台詞就是 一就是香港要緊跟黨中央 緊跟黨中央 叫做黨中央 一講中央 其實是講中共中央 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什麼呢 第一 香港緊跟黨中央 第二 香港泵水大灣區 第三 香港穩守金融業 就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緊跟黨中央 中央要你怎樣 你就怎樣 不要說那麼多話 泵水大灣區現在 大大親自欽點這個區 前海你也要扔錢下去才行 扔一扔一扔 樓那怎麼辦 大灣區更加要 是 也要幫忙上市 第三 一環緊扣一環 就是要穩守這個金融 香港丹天寶寺村 什麼創貨 浪費氣 創貨都是幫它上市 說來多差餘 其實都是來來去去 都是這樣 第一就是要一國一制 第二就是要用完你的財政儲備 第三就是 你搞好 你快點 守住金融業 就是現在什麼鬼 現在反國國制裁法 不成功 就是怕香港金融業糟糕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三點 不過 今集這三點都不是重點 來的 因為更加值得留意就是那兩個字 那兩個字 而 這些兩個字實在是很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不是那麼多人留意到 所以小弟就要告訴大家 是什麼呢 就是駱惠寧 這個演講的上款 就是開場 就是開場 就是講了幾句說話 是什麼呢 大家值得留意 他講了三段仔說話 開場就是 專精的林仁業行政長官 這個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宣廣團各位成員 特區政府各位同事 三個東西 第一就是 address to 林鄭 話畢竟是你 政府總部搞的 第二就是 宣廣團的各位成員 就是 黃柳權 就是 那個副主任 黃柳權 那幫 還有什麼 中國銀行代表 然後就是 特區政府各位同事 三部分 最值得留意就是 第三部分 特區政府各位 同事 是同事 這兩個字 大哥 同事 破天荒第一次 用到 同事這個字眼 去稱呼特區政府的官員 喂 真是可圈 兼且可點 老點的點 哇 真是點了 因為中共 一向都是形式主義大國 formality 說 就是好聽 叫做必也正名符 恐老夫子 就是 明不正 不得言不順 言不順 不得事不成 就是事不成 不得號令不張 哇 就是這樣 號令不張 香港國家 想想 就是那種 必也正名符 那就是 同事以前 叫做同志 是吧 就是要稱呼同志 改革開放初期 那些人北上 香港的衰老北上 喝花酒 那些三陪女 都叫你做同志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上床同志 革命同志 戀愛同志 或者是 羅曼蒂克同志 不是那種 是中國官方的用法 以前很少叫同志 但是在中共的會議裡 都是有的 都是這樣稱呼 有稱呼和沒有稱呼 是很大分別的 那就是好像 國武宋慶寧 即是孫中山的遺伤 阿宋慶寧 一直大家都覺得 他是國民黨的 孫中山的遺伤 到他臨死的時候 幾次叫他 你想不想入黨 想不想入黨 哎呀想啊想 哎呀 宋慶寧入黨 入黨當然是入共產黨 那宣佈他入了中國共產黨 說他其實30年代 已經很想入 不過那時候 那時候呢 中共黨中央覺得 他留在外面 就好像當年華叔 那時候說 他留在外面會好些 做外圍會好些 就是那些嘛 那宋慶寧就是這樣 那原來一直都想 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不過你看回他的腳影 宋慶寧的足跡呢 去日的足跡 似乎都是比較左派的 哪些衰成形 但是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是有政治意味 宋慶寧入黨 無論他是不是臨死 他的維園 還是中共質給他 最重要是之後的父民 就是死亡通告 那父民呢 就要說明是 偉大的共產黨同志 共產黨員 所以叫做 宋慶寧同志 你要記住 宋慶寧同志 那這個才是很重要的 有同志和沒有同志 是很大分別的 有同志就是你是黨員 沒有同志呢 就算你是黨員 都不對你是黨員 最經典的例子呢 就是文革的時候 當時的國家主席 劉少奇被人鬥誇鬥臭 被毛澤東鬥誇鬥臭 死了 那時候呢 就不聽夫他做同志 他是公賊來的 收聽處理者來的 那大家已經知道 是人民公敵來的 那你一無叫得同志 就很大領落的了 所以現在叫了你同志 必也正名符 即是說 大家都是同志來的 大家都是 就是坐在一條船的 以前是兩支管理隊 現在不用一支 不過那些人都在西環那裡 就是中聯邦主任 這個真的是黨委書記 去看著你 所以呢 給免你叫你一聲同志 就是同志 如果 暴冬瓜呢 就一音之轉 同志 啊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這樣 要明白 這兩個字很關鍵 即是現在我看著你的了 以前就說 啊啊 啊 啊 這個 太陽照常升起 張曉明來的時候 就西環不治港 2012年尾都還在說這件事 西環不治港 現在十年都未夠 啊 現在就治了講 不要講那麼多了 治得就治了 現在這個新時代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就已經是 管了 是 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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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了 那就代表著呢 以駱惠寧為首的中聯辦官員 已經正式 兼且 公開 一聲的宣示 他們成為了香港管治隊伍的一部分 兼且 甚至乎可以說 是 香港特區政府的上司 他們才是黨委 而駱惠寧是黨委書記 所以 黨委是比政府大 等於黨委書記大 比市長 即是市委書記大 比市長 這個是我們中國特色 其實清朝都是這樣的 雙鬼制 就是這個意思 找個黨委書記 找個满洲人看著你的看人 現在就找個黨委書記 看著你的市長 或者是省長 或者是員長 什麼都好 是不是 那就清楚了 還有 他是上司怎麼這麼說呢 事關駱惠寧說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 尊敬她 但是隨即又稱呼 特區政府各位同事 作為同事 做什麼鬼 感覺上就好像不當林鄭是同事 你明白嗎 同事來的 不過就是我管我的 你自己無兵司令 你自己喜歡 有空無事去搞一下 歡迎些香港奧運代表隊 沒問題的你去吧 IFC說中庭 記得嗎 那裡說 這個戲曲中心 知不知定 你就這樣 就是去做這些事情 黎賓式的事情 唉 真是這樣 那什麼感覺呢 好像是 當了你尊敬的林鄭月娥 是外人 你是搭桌 可以的 現在有限聚令 都可能搭不到桌 即是矮早起碼半折 而最佳的佐證就是什麼呢 就是另外那兩個字 另外有人說了另外兩個字出來 這個就是港澳辦副主任王柳厥 在北京下來 長期在港澳辦工作的王柳厥 也都那時候習大帝找他做書記 看到林鄭的時候 就是他 也都有來香港致辭 大家不要忘記 駱惠寧查實呢 他更高的官乖是港澳辦副主任 是港澳辦副主任 他是 他的排名是先過王柳厥 但是他又低於張曉明的排名 那你已經看到了 一來是港澳辦看著中聯辦 現在是一條龍服務 就是單線領導 以前是雙線領導 港澳辦有港澳辦做事 港澳辦有港澳辦做事 港澳辦主任和港澳辦主任 好像是平起平坐的 平視的 現在不是了 分贓限了 你是限的 分處 重 你是重屬的 這樣 駱惠寧就是高於王柳厥 所以大家忘記了 其實都是 其實都是港澳辦搞出來 就是他支持 開場白 是這樣說的 這就是最佳的佐證 王柳厥說 大家收考 大家上午好 今年5月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給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寫信 哎呀 寫什麼信 寫情信 寫信 請求 中央派人赴香港 給特區政府社會各界 講解國家十四五規劃 用到請求 以前不用這個字眼 就是以前不用同事 大哥 突然間變成同事 什麼時候變成你同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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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奇怪 現在最慘了 請求 幾乎是接近黑球 就是很卑躬屈室 三季九寇 下屬家要這樣 要皇上 這個 風疆大利 就是夏寶龍 他請求中央 現在以前就是邀請 你以前是邀請 現在已經不用這些字眼了 或者現在說我應邀來的 特區政府邀請 林鄭月娥邀請來的 是不是 你現在用到請求了 即是接近黑球 林鄭又再矮多半字 現在只剩四尺 是不是 這些肥婆娃那些 即律政司司長那些 大細超 李家超那些 再矮多半字 全部都是小矮人 七個 七七七個小矮人 哎 真是 真是七 七到沒有朋友 就是這樣了 用到請求 即是不用說了 我也是這樣 嗯 那就是說 原來 林鄭真是市長 認了她罷了 現在已經公開宣示了 認了她罷了 甚至乎香港第一件 不如封了筆 林恆子先生所說的 她查實 市長都不如 是副市長來的 哎呀 真是 真是 真是爹 爹到沒有朋友 勁到沒有朋友 總之 各位 這個宣講會的最大意義 唉 如果timing is everything 就是 那個反外國制裁法 突然叫停 之後呢 現在好像中美關係 又緩和了一點點 那你可以說呢 就是整個機會呢 就 不如呢 我先宣示主權 這個可以說是宣示會 不單是宣示主權會 是宣示西環抓Feed會 西環真正抓Feed 是正式拿這個機會 來講清楚 就是這樣 十四五規劃呢 就是中央益你的 現在就講清楚益你的時候呢 麻煩你打羅打鼓 告訴我 我說誰是大老 就是這樣嘛 是不是 大大是大老 你一定要講清楚 龍哥是大老 什麼大老 一人是大老 一輩子是大老 那你一定要講清楚 這些東西 是不是 那就是宣示呢 現在西環是正式全面接管香港 現在呢 駱惠寧才是真正的 香港的Feed人 就是這樣咯 好厲害 那 又是那句 真的除了講恭喜 都不知道講什麼 恭喜恭喜 香港已經 可以講得起咳 太激動 太興奮 恭喜恭喜 香港已經出面回歸 新洲大地 哎呀 真是 擺幾圍啦 別說那麼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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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啦 是 是 去新光 找回胡珠 總經理 不是 弄回一百幾十位 擺回去 那大家開心 又可以 刺激消費 鎮興經濟 啊 謀波華債 有意思這樣說 不要遲了 快點再派消費券 不要說那麼多 好了 那就講到這裡先了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 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 謝謝